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分为关键技术验证和载轨建造两个阶段实施 分别规划了六次飞行任务 其中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全面突破和掌握空间站建造和运营相关的关键技术 自2020年以前先后成功实施了长征5号B运载火箭首飞 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神州12号载人飞船神州13号载人飞船 天州2号火影飞船和天州3号火影飞船 共六次飞行任务均取得了圆满成功 圆满完成了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任务目标 为空间站建造阶段的任务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们只是介绍地有名以稳计 stolper站